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买的这个红肉鲤 这样的大小一斤是20块 这样44块吗 对 这样我买这么多 这样44块 我们要做蜜饯用的 大家好 我是玉露 这些鲤子全部只花了44块钱 一斤才20块 因为老板说他熟摊了 他就算我很便宜 李子我们曾经分享过李子果酱 还有天然发酵李子酒 还有浸泡李子酒 今天我们来做李子蜜饯 因为真的很便宜 不买来做是在对不起自己 你看我现在买的这一种 这种其实算中型的 它也不是很大颗 上面这个白白的 它不是农药 这个叫做果粉 这个果粉呢 你用手这样轻轻擦 其实就可以擦掉 它其实是保护果肉 防止水分散湿 这个李子我们先拿去水洗洗干净 这个李子呢 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搓一搓洗干净 那如果像这一种 好就是有重塑的 这种就不要了 这个李子全部已经洗好了 上次我们做过梅子露 是用电锅做的 这个蜜饯做法其实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啊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上一次做的这个梅子露 大家仔细看这个梅子 梅子它这种是绒毛 好李子的话它上面有一层果辣 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糖不容易吃进去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给它划刀 划刀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这样子 直接划十字 好就是这样子 这种就是十字刀 那做蜜饯的话 其实呢 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这样搁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做出来的蜜饯比较漂亮 我们就是划一个刀口 让糖的味道能够吃进去 这样老婆刀子我看一下 刀子 好像流血 哈哈哈 有点像吗 红肉里 OK我们就每个这样子 给它划刀一下 给它开个口子就对了 对 这个梅子全部都已经划刀划好了 大家在划这个梅子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的那个衣服 如果不小心被梅子的汁一沾到的话 就会洗不掉 所以最好是可以穿一件微兜兜 那我们现在要来加糖啰 这边的梅子全部是两胎筋 就是一千两百公克 上一次我们做梅子录的时候 因为梅子真的很酸 所以糖的分量是跟梅子是一比一 但是因为梅子它本来就有一点甜度了 它本来就可以直接吃的 这个我们糖就不要加那么多 我们糖就加八百克就好了 就是这边是一千两百克 糖呢我用的是二砂 好很多人问什么叫二砂 二砂就是黄砂糖 这边的砂糖是八百克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 先倒一半过来 然后这个砂糖把它倒一倒 这样子比较快 就让它糖呢到时候会比较均匀的融开 OK 这个把它吃在上面 电锅里面不需要加水 好不用加水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来 现在把盖子盖起来 插头插上 这边呢是保温键 压下来的话会变成煮饭的功能 我们就维持在保温键 这样子我们就让它放一天 那中间有空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来把它翻动一下 现在是第十二个小时 看一下 糖都已经融化了 很漂亮 很漂亮啊 好 我们就把它翻动一下 下面还有一些糖还没融化 把它搅一下 OK 好搅均匀了 我们就继续让它保温 现在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了 再把它打开看一下 哎呦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它有些的已经说得很小了 那有些的还是大大磕的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已经OK了 我们现在呢 要准备把它拿去烘 这个铁架上面 就直接把这个烘焙子 坤一层在上面 不然它会滴汁 这样子 放好以后 滴的这样子 来 摇起来 把水分沥干一下 就让它铺上来 虽然我们家是有那个食物干燥机 当然如果没有食物干燥机的话 就是看连续的好天气 你再拿去晒太阳 那如果天气不好 就先冰在冰箱里面 现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去烘干了 这样有两斤剩这么一点点 然后这个汁就把它先摆着 让它放凉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食物干燥机里面 我就把它放在中层的位置 好 这个电源打开以后 我们就压食物干燥 好 时间我先设定15个小时 那再来就是温度 给它60度 那不要理它 它等下就开始了 烘15个小时 15个小时了 好期待哦 有没有好漂亮 就跟外面卖的这个李子干一样 超美的 超级漂亮的 看到这个颜色心情就很好 嗯啊 大家在做这个李子蜜饯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果汁啊 尽量挑大小一致的 这样烘干的时间会比较一样 那你的果汁真的挑太大颗的话 烘干的时间就要拉的比较长 我先吃一颗小颗的 它果肉吃起来还是很有嚼劲的 因为这样的甜度刚刚好 自己做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你就不用担心外面买的蜜件 很多都会加色素 这个好了以后 就这样子 把它放在罐子里头 放在冰箱里面哦 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加防腐剂 放在冰箱里头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大家在就是你在晒的时候 如果我像没有那个果干机 你在晒的时候 你就是天气不好 你就先把它这样放到冰箱里头去 装在袋子里头 天气好再拿出来晒 反正就这样反复直到晒干为止 其实自己做真的很好吃 好到时候就是这样装着 然后这个果汁的部分 剩下的我已经把它倒到这个容器里面来了 因为这个果汁啊 它跟梅子露不一样 梅子露它喝起来是酸的 这种它就是这个甜味 通常我就会这样子 直接加梅姆汁 加到这个瓶子里面 沾好了以后 我们一样把它放在冰箱里头保存 要喝的时候啊 再拿出来兑水 很多人都说 怎么这么甜不健康 其实你就是 不要那么甜 你就是喝的时候 多兑一点水 你看这样子 很多人拿这个来调酒 好漂亮 你现在还有层次 这个拿来调Vaga很好喝 嗯 大家试做看看 真的很好吃很简单 趁现在梅子大出的时候 赶快去买来做 那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